画面上可以看到这名男子在路边拆解电脑桌及会议桌 不过这些桌子并不是废弃物 原来南港区有家电脑公司日前准备翻家 先将室内大型家具搬到公司门口空地 没想到事后却发现价值好几万的一张会议桌 及两张电脑桌不翼而飞 因此向警方报案 警方调医监视器后查出是一名石荒老翁 将桌子拆解后搬走 被害人因搬家缘故将桌子放置于住家前面空地 却不翼而飞 几项派出所报案 警方调医监视器锁定一名男子所为 通知其道案说明 该男解释其外官老旧以为要丢弃 所以擅自将桌子拆卸后 以推车运至资源回收厂编卖 该男虽非故意窃取 人因窃到细署公诉罪 交韩宋四联地检署申办 老安道案后表示 他平常都在旧庄街沿路死荒 当天路过空地发现这批桌子以为没人要 所以拆解后拿去资源回收厂卖了240元 并不是故意偷窃 不过仍被依窃到最前 移送四联地检署申办 老安分局方面呼吁民众 如果在路边减食资源回收物品 应该先向物主确认是否为废弃物 以免物处罚网得不偿失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